看样子 这位苏公子也是你的追求者 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冷冷的声音 欧阳暖回头 看到萧天叶站在身后 他此刻表情有些阴沉 见到欧阳暖向他看过来 他微微笑了 他是想要借由科举 脱离商人之子的束缚 欧阳暖语气很淡 苏公子文采风流 想要一举夺魁 也并非难事 萧天叶心头一跳 认真去看欧阳暖的神情 温暖的阳光正照在他的脸上 带着一种奇异的色彩 让他一时分辨不出 他这句话到底是褒奖 还是讥讽 只是 刚才看到他和苏玉楼并肩而立 似乎在说什么悄悄话的模样 他控制不住脸色清寒 紧抿嘴唇 眉促成从未有过的结 紧得似要扼住自己的呼吸和心跳 那一刻 他差点以为自己的心急被气得发作了 在他为他担忧不已的时候 他竟然和别的男子说说笑笑 很是轻松的模样 所以 他一直没有上前 只是站在后面观察 好在 欧阳暖对苏玉楼说的话 比对自己还要冷上十分 否则 他不能保证苏玉楼 今天能安全地走出这里 世子可知 这一届的主考官是谁 欧阳暖似乎不经意地问道 是张四伟 萧天叶脱口而出 突然意识到什么 与其变冷的 此人历任编修 汉林学士 吏部侍郎 吏部 吏部尚书 现为大学士 最要紧的是 他是出身岳西岩生世家 正因如此 想必张大学士 对苏公子 更会有几分欣赏 这样一来 他的胜算 自然会比别人多三分 欧阳暖这样说着 脸上带着一丝淡淡的笑容 萧天叶盯着他 冷力地说 除了那张骗人的脸 我还真看不出 他有什么过人之处 他自自尊心 语气中的酸意 已不加阻挡 欧阳暖定神微笑道 世子小看苏公子了 他可不光只有这张脸而已 他是江南的第一才子 这一点 世子还不知道吧 听他这样夸赞苏月楼 萧天叶的表情更加难看了 眼中冷冷的寒意一掠而过 颇为不悦道 怎么 你对他竟有这样了解 欧阳暖忍住笑意 认真打道 这一点 早已是皆知相闻的消息 只要稍加留心 便会知道 世子眼高于鼎 自然不会把区区一个商人之子 放在眼中了 殊不知 自古英雄多磨难 从来王库少伟难 不说张大学士 就说王贤大都督 也是个商人家庭出身 同样科举入关 从刑部主事 一直做的大都督 总管炎 宁 甘 宣 大 同 六阵军务 世子焉知 苏公子不会成为第二个王都督呢 萧天叶凝望他 你可知 王贤之能 非寻常人可比 苏玉楼算什么 也敢与他比肩 欧阳暖摇头 我说的不过是可能 毕竟苏公子 萧天叶冷下了脸 用深沉的嗓音说 好了 不要在我面前提别人的名字了 我不喜欢 那一瞬间 欧阳暖已经从萧天叶的眼中 看到了强烈的艳增情绪 他垂下眼 微微笑了 苏玉楼 只怕你此番参加科举 路途不会太顺畅了 有些事情 不必自己亲自动手 就能取得最佳效果 何乐而不为 萧天叶望着他 此时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 转而道 你刚才为什么突然跑开 苏玉楼问他是不是害怕 然而萧天叶却问他 为什么突然跑开 这两者听来差不多 却有本质的区别 至少萧天叶知道 自己并非出于恐惧 欧阳暖依旧笑着 淡淡道 鸳鸯之旧玉双飞 终究没有飞成 反倒露个红颜深似的下场 我只是 心中有些感叹罢了 不过是所挫非人罢了 还有 他自己太过贪心 若他一心只求夫妻恩爱 不求欺贫富贵 或许今日 丈夫虽然不是炭花狼 却还能在他的身边 也不至于沦落到如此地步了 萧天叶冷淡地说 欧阳暖的眼中 漫上一层凉薄如霜的冷清 许许道 善事未必能得善终 不知他站在高高的城墙上 是否有一丝后悔呢 所以佛经才说 一切恩爱会 无偿难得久 生事多危惧 命危于尘禄 由爱故生忧 由爱故生不 若离与爱者 无忧亦无不了 果真如此啊 萧天叶在那一刻 突然明白了他所言的意思 这是对他的一种拒绝 虽然婉转 他却听得很清楚 与此同时 他听到自己心里那一声撕裂 紧接着 他觉得有什么东西流了出来 那是血 心里的血 一路沉默着 他亲自送欧阳暖回去 一直看着他坐上欧阳家的马车 放下车帘 欧阳暖始终没有再说一句话 似乎完全对这一切失去了兴趣 包括他今天所做的一切 萧天叶在脸上欧阳天叶在连外慢慢的 一字一句的道 欧阳暖 你想叫我死心 绝无可能 绝无可能 他说完 调转马头 阳暖长而去 昌仿仿 则说道 这个世子爷 也太霸道了 简直是过分嘛 哪有他这样无理的人 小姐 你可千万别理他 欧阳暖摇了摇头 卑微和睦道 走吧 欧阳暖在马车中换回女装 回到欧阳府 先是去寿安堂向理事回禀 走到院子里 却看到玉梅走来 面色似乎有些奇特 红玉敲声问玉梅 怎么了 玉梅扶在她的耳边 轻声说了几句话 红玉一下子愣住了 此话当真 玉梅点了点头 红玉快步走到 欧阳暖的身边道 大小姐 二小姐来了 欧阳渴 自从临时被禁足 她可是一次也没有来过寿安堂 欧阳暖隐约觉得有些问题 脸上却没有露出惊讶之色 只是道 先进去吧 玉梅俯身 恭敬地替她掀了帘子 欧阳暖走进去 只见欧阳可在李师面前跪着 阴阴哭泣 这时李师看见欧阳暖 脸上顿时浮现一丝笑容 暖儿 你回来了 你看看你妹妹 她一来就请罪 跪在这里 不肯起来 你劝劝她吧 此刻的欧阳可 穿着一身素色裸裙 跟往日里 那个艳丽多姿的二小姐 简直判若两人 欧阳暖微笑着问道 妹妹这是怎么了 怎么一直跪着 快起来吧 欧阳可看着欧阳暖 渲染欲气道 姐姐 往日里都是妹妹的不是 是我年纪小 不懂事 见着祖母和爹爹生气 还以为胡叫蛮缠 处处与姐姐为难 现在妹妹知错了 秋姐姐大人大量 原谅妹妹 妹妹这话是怎么说的 亲人之间 哪有隔夜愁 欧阳暖心中一顿 脸上的笑容却亲切了两分 有什么话起来说吧 说着 她便去搀扶她 欧阳可仍然跪在地上 不肯起来 抬起梨花带雨的一张脸 可怜兮兮地转头 看向李氏 祖母 一切都是可儿不好 可儿叫您失望了 从今以后 再不敢如此了 又转了个身 朝着欧阳暖站立的地方 重重磕下去 姐姐 以前全都是我对不起你 我错了 求你别和妹妹计较